朝鲜新闻 颜值最高的赛场,颜值最高的赛场,NBA女主播维美动人辣木洋子最吸睛,最令人期待的比赛,无疑就是艺术体操了,全是高颜值的仙女小姐姐,现场做客演播室的教练,也是高颜值的艺术体操女神张豆豆,腾讯体育NBA女主播美娜在第二个登场,她选择了圈,伴随着维美的音乐,美娜拿着圈在场地中央翩翩起舞。 还大秀一字马,现场也传来阵阵欢呼,艺术体操女神张豆豆表示美娜完成度不错,最终美娜获得了10.080的成绩,张豆豆认为采判打分很公平公整,美娜最终获得第四名,短话的罗伊田则是走动感路线,她选择的音乐节奏比较快,罗伊田的表演也非常有力度,在比分出来之前,张豆豆就表示, 罗伊田的分数会在10分以上,张大大则表示,要是分数不在10分以上,自己都看不下去,要去投诉了。 果不既然罗伊田获得11.750的得分,最终还在所有选手中的第一名。 蜡木羊子的表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比赛中有些失误,但蜡木羊子的表情和表现力都很到位。 张豆豆也表示自己跟蜡木羊子,交代的要领他都表现出来了,有着芭蕾舞功底的金晨虽然在表演过程中有掉棒的情况,但他对身体的控制能力非常强。 张豆豆透露他的现场表现比排练10秒好,杨超越临为寿命出战接力联手徐梦杰率领东部队夺冠在女子四成为150米比赛中。 杨超越在最后时刻临为寿命,顶替腰部受伤的队员参赛。 杨超越出现在第三棒,一直守住自己内道的优势,并成功将接力棒传递给小坦红徐梦杰。 曾是短跑运动员,借获得女子50米冠军的徐梦杰不负众望。 第一个冲过重点线,率领东部获得冠军,杨超越在后说自己没想过参加跑步的比赛,但是队友受伤,自己一个正常人,怎么也比别人好得快。 徐梦杰接受采访时说杨超越表现超出期待,对他的表现表示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在男子四成以150米的比赛中。 东部代表的也获得了冠军,世界项目最抢手抱向的姚浩实力超强现场太阳艺人朱新杰多克演播室,时趁自己非常想抱世界项目。 但是太抢手了没包上,调查说世界项目的姚浩报名,两天的比赛下来,不少嘉宾包括主持人张大大在内,都表示自己想参加下一节的比赛,尤其是世界项目。 事件淘汰在中赛制有所改变,还是每人三支箭,但是捉对厮杀,双方交替放箭,而且现场播报员会实时播报成绩。 这对运动员的心理是个很大的考验,仅里少女杨超越和李一同捉对厮杀,前两件双方打平,第三件决胜负,前两件只有四婚和三环的,她最后一件射出九环的好成绩。 成功晋级下一轮,林姐说主持人都感叹这个比赛,就是为杨超越而设置,在女子办决赛中,杨超越再次经历显灵,连续两支九剑进入决赛,现场戏半进入高潮。 决赛杨超越最终不敌是出六件四十七环的高影戏获得亚军,男子这件比赛则更加激烈,余孝彤、麦亨利、周润都是冠军的热门选手。 葬冠军只有一个,最终于小童和麦亨利晋级决赛,两位实力相当,又在同一个俱乐部训练,还带了个自量身定制的功,两人的强强对话,也令人期待。 带了自己功的麦亨利果然不同反响,前三件都是十环麦环,余孝彤则是九环,十环,十环,第四件两人都是九环,第五件和麦亨利是十环,余孝彤则是九环。 第六件麦亨利只要九环就能获得冠军,然而只有八环,余孝彤仍有机会翻转局面,然而余孝彤最终只有打出八环,最终麦亨利获得冠军。 短跑双冠王跑得快人还长得帅艺人上司教科效果明显,男子一百五十米比赛中,国家田径队运动员莫游雪做客演播室,时表示最看好的是爱图王志文,认为他是冠军的热门人选,并表示以王志文的水平可以参加全国性的专业比赛。 在预赛中,王志文和曾师游泳运动员德里志平在同一组,两人先后快快重点线同时晋级决赛,莫游雪同时也透露谭杰西有私下找自己训练,果然上过司教科的谭杰西在预赛,一马当先,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在决赛中谭杰西一马当先处于领先的优势。 但是在最后50米,种子选手王志文外道超越,以微弱优势超越谭杰西夺冠,王志文也成为男子50米和150米项目的双冠王。 马老师无悬念获得跳高冠军,一人不言气,令人感动在跳高比赛中,除了种子选手马博千万,最令人期待的无疑就是徐浩了,第二期节目中徐浩最开始连90厘米的高度都跳不过。 但他的精神特别让人感动,不仅在训练课上蹭课,思想还外王志文外事,利用课于时间进行训练。 跳高专线教练王宇也表示对徐浩印象深刻,徐浩在1.20和1.30两个高度都是一变而过。 接下来徐浩选择勉翘,直接选择1.50的高度,但徐浩未能跳过,最终被淘汰,种子选手马博千一直选择勉试,直到1.45的高度才登场。 尽管之前都没有运动,但马博千一跃而过,最终马博千挑战1.65米的高度失败。 但一直获得冠军,安德勒来自海外队的Mark Angelo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空翻特别厉害。 在第一轮成功越过赶后,安德勒空发两次表示庆祝,这一点和跳高选手张国伟有点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 令人遗憾的是第二次挑战,1.30的他高度时,安德勒在甘前祈祷碰到了白色的部分,最终背叛犯规。 最终广东旦,表团一种积分获得最终的冠军。 当对象谈铁西街冠军奖杯时,所有运动员都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并且争先抢琢磨奖杯。 这份喜悦和感动令人动容,或许这就是体育的力量。 在表团最终积分虽然两天的运动会已经结束,但是潮心新全运会节目的精彩还将继续。 请锁定腾讯体育和腾讯视频,15日版8点将上线第三期节目。 小龙虾富超新新全运会第二月成绩,男子射箭前三名,麦亨利,于晓彤,周瑞,郭子凡男子射箭前三名,高影系,杨超越,王一田,刘书玄女子艺术体操前三名, 罗一田,陈晓云,金晨男子跳高前三名,马博谦,李兴,于晓男子150米决赛,王志文,谭天熙,李智听女子四成为150米建立冠军,东部队刘书贤,蒋山,徐梦杰,杨超越男子四成为150米建立冠军,东部队王征,沈天兴,夏之光,李若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